這個密碼正確錯誤 底下還有一個 Ellen Dialog 這個結束按下它 它會跳出 這個就是Ellen Dialog Ellen Dialog裡面有哪些結構 上面有一個Title 中間是Message 這個是一個Button 這個叫 Nature Button 這個叫Property Button 所以它總共會有這些結構 這個本身就是Ellen Dialog 如果我按取消的話 它不會理我 它又回到原來 如果按確定的話 它就真的跳離 整個 所以特別是它就Finish掉了 那我要怎麼撰寫這個Ellen Dialog 特別是要第一個 增加一個那個 一樣的Unclick Listen 在這個Unclick的時候做什麼事 基本上一 先New一個什麼呢 Ellen Dialog Builder 裡面的話記得傳幾個訊息 給它 刮鬍之後 後面 跟它講說 Main Activity 這個名稱指的就是 我現在 有沒有 其實就是一定 因為我們現在的名稱是 Main Activity 所以你會發現 或者是你從那個 最上面 會有一個 Class的名稱 有沒有 Main Activity 點列子 後面加一個點列子 指的就是指向自己本身 告訴它說 我現在的畫面控制器 就是它 OK 然後呢 後面記得點 Set Title指的是 剛剛畫面上看到的 其實Set Title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 有沒有 這個 Set Title實際上 就是去 Set這個上面的訊息 所以這個 Set Title Set Message 就是這個 所以你點下去 會有個Set Message 那 Set Positive Button 就是確定 不過 以往的那個 版本 確定在 左邊 取消在 右邊 不過後來我發現 4.X的版本 它又兩個顛倒 不過這個應該沒有影響 那取消的話 就是 這個 Negative Button 最後一樣點 Show 把它秀出來 那這樣的話 最後這個確定 不過多一個動作 就是 要實作Unclick的方法 多一個Finish Finish 實際上就是 把這個App 從記憶體裡面把它清掉 不過因為 細節部分 我想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們先了解一下 這個Allen Dialog 那我們下一次上課的話 再來 把那個 後面有一些 比較進一步的 那個 功能 再把它補上好了 那各位 先稍微了解一下 什麼叫Allen Dialog